六祖谈经的解脱官警号星宝和尚警号董平教授 六祖谈经的解脱官人间佛教经典十堂课之一星宝和尚董平教授 httpswww.youtube.com 观看次数45,023次 首播日期2022年3月1日 人间佛教思想专题 5410位订阅者 透过学者与行者的对话了解六祖谈经的解脱官 以无我最终成就自我以摸索住最终实现永恒 时间戳记 00分00秒请听学者与行者的对话 03分16秒印度禅到中国禅苦难中解脱与烦恼及菩提 18分50秒无量苦亦无自信以本来面目转化生活压力 30分26秒解脱的根本人人本字具足 45分03秒烦恼及菩提 带来光明希望 56分39秒融会信仰和生活走出自我束缚 1分01分41秒无念无相及无助 展现本来解脱 1分04分34秒下期课程预告 金刚经的无助 展现本来解脱 1分04分34秒下期课程预告 金刚经的无助关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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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山别分愿经典进修课程 开课讯息 1.台北道场 阿含经 法华经 维摩经 华严经 2.金光明寺 金刚经 八十讲话 法华经 3.浦门寺 华严经 冷严经 4.桃园讲堂 金刚经 5.福山寺 5.福山寺 维摩结经 6.圆福寺 阿含经 华严经 7.惠慈寺 认识 八十 8.高雄佛教堂 金刚经 六祖谈经 9.普贤寺 六祖谈经 10.凤山讲堂 阿含经 妙法莲华经 六祖谈经 冷严经 11.南平别院 金刚经 杂阿含经 圣满经 维摩结经 12.新颖讲堂 妙会童女经 其他相关佛学课程 请下佛光山全球道场 锦号六祖谈经 的解脱观 锦号新宝和尚 锦号董平教授 锦号新云大师 锦号佛光山 人间佛教研究院 锦号佛光山藏经楼 字幕记录 人间佛教经典食堂课 请听学者与行者的对话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吉祥欢迎大家收看 由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 为您制作的2022人间佛教 经典食堂课 佛教的三藏十二不经 只讲一个字 我们的心 因此佛经所有的一切理论与实践 最终的目的都在求得心的解脱 今天是经典食堂课的第一堂课 六祖谈经的解脱观 首先我要先为各位介绍 今天两位语谈人 星宝和尚 董平教授 首先我先为各位介绍 星宝和尚 星宝和尚 现任佛光山助持 同时也是国际佛光会 世界总会总会常 星宝和尚 深受佛光山开山 星宝大师的肯定以及 森信二众的爱戴 他的开示非常的生活化如实亲切的说法深得人心 在杨梅顺目 轻松幽默之间就把佛法带给每一个人 我们欢迎宝和尚 此外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大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 董平教授同时也是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的荣誉教授 董平教授专长于先情儒学 宋明理学中国佛教哲学等各方面的研究对我而言 每次听董教授上课就是一场丰盛的思想 享宴我们欢迎董平教授 太虚大师认为禅宗是全体佛教的精华核心 也最能代表中国佛教禅宗最具代表的作品是 六祖谈经 古人说人生最大幸福是夜半的挑灯读谈经 六祖谈经是除了佛经以外 唯一被世人尊称为经的祖师著作 接下来我要先请教董教授说道 六祖谈经 大家就会想到禅宗的源流 佛陀拈花加叶为孝佛教虽渊源于印度佛教 但形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一般说道禅 有的眼观鼻 鼻观心 只管打坐 但是我们也常常听到 道由心悟 起在作也 到底禅是什么 请教老师印度禅和中国禅的不同 以及六祖谈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我们有请董平教授 各位晚上好非常感谢佛光山 请我一起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讲座当中来刚才妙凡法师 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禅是什么 或者说禅究竟用来做什么的 那如果讲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大致需要了解按照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佛教究竟目的是什么 释迦牟尼建立佛教 他为什么会去建立佛教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释迦牟尼之前印度文明渊源是非常 非常远的印度河流域的文明 如果讲起来比我们黄河流域的文明要发育更早 那么在印度文化的整个发达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费陀时代 到了奥书时代印度教有了一种非常 我们后代称之为印度教 或者称之为婆罗门教 印度教他有了一个自己本身的 非常完整的发展形式 以前有学者讲 西方的文化 他是个最感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是个乐感的文化 我补充一句 我说印度文化是个苦感的文化 他们总是觉得人间很苦 这个不只是佛教 印度教也是如此的 他同样认为 生命在现实世界的遭遇 有各种各样说不清 到不明的各种缘故 但是我们处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经历的是苦难 苦难需要摆脱 这就是最初的在印度教 本身就有的解脱观念 那在印度教那里通过什么来解脱 既然讲解脱就必须有 一定有他独特的一种手段 或者说方法 那就是后代后来佛教 把他渐渐的发展为 Dhingna Dhingna 就是禅定早先 他们喜欢讲修苦行 包括瑜伽 包括瑜伽都是苦行的一种形式 修苦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解脱 所以佛教毕竟是在印度文化的土壤当中诞生的 所以当世加木尼基于他独特的世界观去对这个世界加以独特领悟的时候 当他特别阐释两个概念 旧人本身而言他讲 无我 旧世界而言讲 缘起 缘起是什么意思 实际是最初的意思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所面临的 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我们似乎是感受到非常真实的实在的这个世界 实际上 本质上是 空 这个观念非常独特 这个观点在整个世界文明的历史上 整个世界思想的历史上 都是独树一致的 那正是这个 空 的观念 按照我个人的想法 当他传进中国以后 同样为中国思想文化注入一种独特的 空会一种独特的给予中国文化 以一种独特的启迪 那就佛教本身而言 在印度的时候 他仍然要讲 禅定 禅定 就这个词本来的意思而言 讲的土一点 简单 明白一点 那就 不要胡思乱想 当我们什么都不思 什么都不念 什么都不想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 远离了一切缘的时候 那是一种什么状态 这个状态就叫做 禅定 它是一种独特的心灵状态 这种独特的心灵状态 是通过独特的行法而进入的 那么在这个意识上通过 禅定之境 的独特的领悟来感受 或者说感悟自我心灵 世界本相之空 达成解脱这个是禅定 的本来意思 那么到了中国之后 这个过程很复杂 到了中国之后 特别是经过六组会 能大师的 伟大的禅 的意思 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它变成了对于自我 本觉自信的一种 独特领悟的手段和方法 我在这个就是整个中国佛教史上 我都为那些高森大德的艰苦卓绝的 努力而折服 我特别佩服的一个是天台大师 第二个那就是会能大师 他们这两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天台大师智者大师 他是读的书太多了 学问非常渊博 他几乎是在他那个时代 从印度来的 中国本身的 经过南北朝时代 各种各样的讨论的 发展的比如说 佛性 等等所有这些说法 发展的通过他的这个整合 衍生出天台宗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这个极其不容易他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是 法华经 所以天台宗往往也被称为法华宗 法华经 里头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 大概对天台大师很重要 对我们今天也很重要 那就是一切世间制生产业 皆与时相不相违背 这句话不得了 当年天台大师读了这句话 我猜想他大概有恍然之了物 因为我们今天读来也非常感动 为什么宗教的目的 世俗的目的 在这一句话本身已经把它融为一体 所以天台大师就特别阐述的是什么呢 他言讲禅 他特别讲禅 他特别讲禅法 他是非常强调这个东西 但是在他那里要解决时相问题 要解决禅定和时相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等等 他通过什么来处理 一个字 心 刚才我们一开头妙凡法师就提到 佛教十二不经也只讲这一个字而已 没错非常正确 天台大师也是讲一个 心而已 但是他讲的非常有意思 心是谜本意是物本心及时相 都通过这一个字来回答谜时心谜物时心物 所以谜 就一切皆迷雾时一切皆悟我们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一个世界 这一个人身处于这一个世界当中的这一个生活我们的任务 或者说我们承担这个伟大的使命原本谜的这个心 来显现他自己来悟天台大师经常讲的两句话 那就是无名及法性 烦恼及菩提 这个话非常有意思 我相信对于慧能大师是有直接起名 所以我有时候我讲的高兴起来就敢于胡说我说 天台大师的天台宗 我说已经预示了禅宗在中国的出现 已经预示了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 当然我这个话不能展开 要展开很费劲很费时间 那果不其然事实上成 随之后过了不多久到了唐朝就来了慧能大师 慧能大师和天台大师一比较 大家都知道慧能不识字 所以我有时候开个小玩笑 我说慧能大师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 在于他不识字 因为他不识字 所以他首先把佛对于佛教的态度 对于禅的态度 首先就从语言文字当中摆脱出来的 他从来不和你纠缠任何意义上的语言文字 因为那只是语言文字 非观生命本体甚至和生活本体也没多大关系 活着 是我 活着 是我 这一个身体在这个世界当中存在 谜也好 物也好 都是和 我 这个相关性非观语言 非观文字 慧能大师首先就把这一点给他摆脱出来 五组门下的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不识字 他反而就可以对五组门下的手作 神秀大师讲的那个身世菩提树心 是明镜台那讲的也非常好 所以你要实时情浮 是末时惹成 哀有啥不好的 但慧能大师为什么能看出他不究竟 为什么能看出问题来 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台他是把佛教释迦牧尼所讲的空性 空 这个意思 无我 知识至真正贯彻到底 在这一点上他却忽比神秀更为通透也更为究竟 既然这样原本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你真明了这一点明了原本无一物 那就是对于自信本无 对于空的终究顿达这就叫做物 这就叫做解脱通过什么来实现还是一个字 心凡是在慧能那里凡是能导向心灵本身 对于原来无一物 这一终极境界之顿达的手段和方法 就叫做禅定 所以禅定在慧能大师那里 那就并不是说非得要采取一种什么独特的身体样式了 非观形 住 坐 我无非是禅 眼目所处皆是般若这就是境界不一样了 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这个串起来讲把印度的到了中国以后 特别是这当然是我的偏见 特别是我比较偏爱这个天台大师 那么这个天台然后到我们这个慧能六祖把这条线串起来 中国佛教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实现中国化的过程看得非常清楚 我讲佛教中国化通常就是通过这条路线来讲的所以佛教的中国化 或者说禅定的这个手段方法 我们会看到各种变动它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变动呢 按照我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中国化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渐渐的实现了 对于印度佛教原有的那种彼岸的价值取向的转换 解脱也好什么也罢也就是说终究的宗教目的不再是 非得是未来是的来是的或者说什么那边的 当下即是所以这个意思上面来讲大概和 我有时候开玩笑讲我说如果把禅宗传回到印度去 大概印度人会很惊叹这就是中国佛教和印度原始佛教 都有根有缘有本有末但是最终所实现的形态却忽始终 印度人大概很不理解我们这个所谓的烦恼及菩提这一类说法 或者说这个当下即是这一类的说法 印度文化可能不会很容易的就接受这个观点 那么在这个意思上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禅在印度 它是一种独特的修行样式一种独特的身体状态 当然由它所导向的是一种独特的精神境界 而到了中国它变成了一种解脱的代名词变成了一种 实现自我心体顿悟的代名词不一定体现为独特的某种身体形式 而只是指一种自我所谓的明星见性的手段和方法 这大概就是中国和印度就禅这个意思本身的不同点吧 我可能没有讲的特别完整只是提个醒 谢谢各位 谢谢董教授 刚刚从董教授讲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理解到 印度本身是一个讲苦感文化的一个民族 印度教在这个修行的方法上 主张从苦行还有瑜伽禅定求得解脱 到达一种所谓的犯我合一 但是佛教讲生命从源起 源起性空从而倡导众生平等 那么刚刚董教授也特别提到 这个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的 佛教的中国话他提倡世间一切资深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 而到了惠能大师他则是超越了语言文字和禅定的形式 回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通过我们的心来觉悟从刚刚董教授内容里面 我们可以理解到佛教的中国话的过程 把原来佛教在印度对彼岸的价值 做了一个很大的转换宗教的目的 不再是既旺来世或者是有一个所谓的彼岸 而是我们现在的每个当下都可以 此案及彼岸 我们现在每个当下 都可以透过心而得到解脱 谢谢董教授接下来 我要请问新宝和尚六祖谈经总共有十品 但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一个是惠能大师自述生平那么 另外是惠能大师的开法授解 说班若禅第三个是惠能大师和弟子之间的问答 我想请教新宝和尚请您谈谈六祖谈经的修行方法 好有请宝和尚大家好 大家吉祥 很高兴能够透过六祖谈经的解脱观 来跟大家谈一谈在谈经里面有提及的 所谓修行方法 我们讲在世间你为什么要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我们不正确的观念 修正我们不正确的行为 因为不正确的观念和行为 会导致种种的烦恼种种的痛苦 而基本上讲修行 是因为世间有这个苦的现象 那么刚刚董教授这苦这方面 也讲得非常的详细 所以因为世间有这个苦 佛陀在四圣地讲这个苦圣地的时候 也有讲到所谓八苦乃至十苦 甚至我们很多经典也讲 无量苦所谓众生被困恶 无量苦逼身 这个苦以现在来讲可以讲 就是生活有压力 一个是压力 一个就是生活有逼迫性 那因为有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就想要找到一个方法 让这个苦不要升起 让这个苦能够消除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 我们透过正确的方法 而达到所谓的解脱的境界 就是身心自在了 我们生活在世间心无挂碍 非常快乐 烦恼不升不升起贪甜吃 这个就是叫解脱 所以从修行到解脱的这个过程 我们就讲修行的方法 那么透过修行让我们达到自在解脱 那其实前面也有讲过所谓解脱 我们也可以讲说就是 心的解脱了 因为心里面 不会再升起贪甜吃 甚至佛教就讲这个 涅槃 所谓涅槃就是贪甜吃 永静不会再升起烦恼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在生活里面 确实也不容易 因为我们六根 一直在圆这个六成 所以随时随地 我们都是被外成 一直在影响 所以在不断的影响当中 我们能够不升起烦恼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解脱的智慧 前面前面教授也有讲到 所谓空性的问题 世间虽然有种种的现象 缘起乃至烦恼其实它的本质 也就是所谓的 性空 所谓 无自信 我们也讲 无常 也讲这个 不可得 无所有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说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可以去体验到的一个般若智慧 谈经 的一个修行方式 也经常讲到我们心 它的一个本来面目 如果讲心不升起烦恼 我们可以回归到心的本来是 没有烦恼的 所以我们讲 本来面目 那么所以对这一件事情 我们的心本来是没有烦恼 这一件事情 我们从开始修行 一直到达目的的 我觉得这中间还要能够升起非常大的一个信心 信为道员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佛陀的三十七道品里面 有讲 五根 有讲到 五粒 五根 五粒 第一个就是讲 信 所谓 信 敬 念 定 会 不但讲信心 而且讲信心的力量 比如说你碰到烦恼了你对佛法还有信心吗 还是说碰到困难了 你的信心就不见了呢 所以这里就要讲信心的力量 有些人相信但是呢 力量不足这个还是不行的 那么甚至在菩萨道的五十二个阶位里面 第一个也是讲 信 所谓 实信位 所以在解脱之前我觉得对于我们的 本来不深烦恼乃至讲 本来面目 这个事情我觉得要有很大的信心 也就是相信自己与佛平等 因为佛法讲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甚至禅宗也一直在讲 是心是佛 讲 即心即佛 我们就来谈谈这个 本来面目 在 谈经 里面六祖慧能大师他有讲到 菩提自信 自信本来清净但用词心直了成佛 我觉得这个是 一句让我们可以觉醒的一句话告诉你 你本来就是佛 你的自信本来就是清净的 清净就是没有杂染 没有杂染就是你的心 本来就是没有烦恼的 所以因为烦恼如果我们透过佛教的缘起观来讲一切的烦恼可以说都是缘起了 因为诸行都是缘起所以烦恼也一定是缘起的比如说你看见了 看见了不喜欢见到的人所以你生起了烦恼那也表示说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人 其实你是不会生起烦恼的所以表示说这个烦恼是缘起的 那既然是缘起的他一定是幻化的 一定是没有实体的所以这个就可以回归到我们的自信 见到幻化见到无有实体那么在幻化无有实体的当下 当然我们就不会对幻化起烦恼不会对那个无有实体起障碍 所以我们的心有这种本来的自觉的本能 所以六祖他也讲不思善不思恶 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所以这方面我们可以说 所谓善所谓恶这个都是我们对世间的一种分别 如果站在缘起上来讲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善也没有所谓的恶 所以回归到本来面目我们就不会再去起心动念 回归到我们是心是佛的这样的一个般若智慧的体性上面 所以谭经他一开始就讲菩提本无数明镜一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这里也是讲到本来 所以是回归到我们本来没有烦恼的这个自信的心性上 那么这个尤其禅宗除了讲参禅之外 其实呢其实也一直讲参究 不管是思维或是去参禅所以除了在蒲团上之外 其实行住坐卧之间都是可以去参究的 所以禅师也常常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父母未生你之前 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个也可以说是对 禅学者的一个考验因为本来面目就是看到新的本体 看到本来不生烦恼的体性所以它也不是语言文字 也不是分别也不是所谓的判断远离我们的颠倒梦想 所以真正的可以让我们体验到我们的心 本来就是不生烦恼的佛教也常常讲无声 也讲这个不生所以这个无声乃至这个不生 应该就是说我们的念头本来是可以不生起烦恼的 因为我们看到世间本来就是幻化不需要去起心动念 不需要去生种种的分别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就透过这个本来面目跟大家来共勉 就是说禅在这一方面来讲透过本来面目的一个理念 让我们可以回归到我们自信的解脱上不会被外城所染 不会被外面的这些种种的因缘一直在影响 让我们生起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烦恼 所以回归到本来面目 我觉得这个是禅宗里面是很独特的一个 解脱的般若智慧谢谢谢谢谢谢心宝和尚 苦是世间的时相众生被困恶无量苦逼身 佛教讲苦是为了离苦得乐修行则是修正我们的行为 透过修行得到新的自在解脱刚刚宝和尚也特别提到菩提自信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我们的心本来就没有烦恼的 这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刚刚宝和尚特别提到这个信心的力量 对于佛法的信心还有对于自己的信心 各位观众朋友 修行的关键就是我们心的决心 你相信自己相信佛法 相信自己的本来面目 谢谢心宝和尚那接下来我再请问董萍教授 传统佛教的解脱观和六祖谈经的解脱观这两者的相同和不同 他们彼此之间的同一性 我们请董萍教授谢谢各位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解脱 它实际上就是就是像刚才心宝和尚已经讲的非常完整了 就是离苦 而离苦就是得了所谓的解脱 就是从这个虚妄当中 摆脱出来从这个一切烦恼 都是缘起也就是我们这个本性 我们这个本来面目本身 没有什么烦恼 一切烦恼皆是刻成皆是后天而有 皆是因六根而产生的六成都是这些了 所以称之为刻成 所谓的解脱就是从这个刻成当中摆脱出来我们 所以也经常有一句话叫做 摆脱虚妄 这就是挂爱 一切挂爱细腹之根源 那么解脱是从这里解关键问题 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给予重视的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能够解脱我觉得这个才是 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或者是需要自己去明了的一个问题 这就有一个所谓的解脱之本的问题 我们凭什么可以解脱我们 为什么能够解脱 如果我们这个解脱之本 本源这个根本的东西不在我们自己这里的 而是在他人那里的那么诸位可以想一想 我们这还可能解脱吗 所以我如果能解脱我们一定要确信一点 我自己本来就有能够解脱的根本在的 这个东西要承认不然的话 我们没法解脱我们以前有个说法 我们总是把佛教看作是 所谓的封建迷信 我后来对佛教稍稍有点了解了之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佛教很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呢 它是非常认真的 它是以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理性 并且绝不放过的一种态度 来追究我们生命的本质 好像没有任何一种别的其他宗教 其他的思想体系像佛教那样 那么正是人的生命 那么严肃认真的对待人本身的生命存在 把一切东西都解构了之后 最终告诉我们 无我最终告诉我们 无自信 最终告诉我们世界本相 所谓的实相 原本是空 我们难道从这样的佛教的一种语言 从这样的一种话语当中 我们体会到了一种生命的无意义吗 我觉得没有啊 我们反而激起了一种对于生命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 一种独特的向往 这个我觉得才是佛教最 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最特别的地方 所以 所以佛教绝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佛教自己也说要 勇猛精进 做狮子吼 这是佛教 它是对生命本身表示了极大的尊重 但是恰好在这里 大众的 问题也在这里 我重视自己的生命 我珍视自己的生命 然后我要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是不是意味着我必须要为了我而去损害一切他者 其他的生物 其他的事物 其他的人类 是不是可以这样 我们能不能通过一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达成所谓正当的目的 这个 大众的 问题很严重 是加木尼的佛教到了中国来之后 在这一点上 应尊重生命 不侵犯 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讲尽管讲中国佛教最后的形式 离印度原来的佛教很远 但从教义上免来说 从教理上免来说 从教的精神上免来说 在这一点上 应尊重生命 不侵犯 一脉相传 慧能大师自己也讲得很清楚教士先生所传 不是我会能自制这一点必须给予承认要不然的话 我们的这个东西就不能叫佛教了 所以我说 慧能大师的佛教是加木尼的佛教本质精神上是一脉相传的 没有走样对待生命是严肃认真的 我们把人生的苦难揭示给大家看是为了使人们真实的了悟苦难的来源 能够获得幸福只不过在慧能大师那里 在谈经所阐释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能够领悟到的是什么 能够实现这种自我解脱的本质的根源还在自信 所以这里就要请大家注意了 我们原来一天到晚讲 无自信 现在慧能大师到了这个时候又要开始讲自信了 这个自信和原本无自信的那个自信是不是一回事 请诸位思良慧能大师听道念金刚经 印魔所著而生其心忽然了悟他了悟的是什么 悟完了以后慧能大师自己讲过一段话和其自信本字亲近 和其自信本不生灭和其自信本字巨足 和其自信本无动摇和其自信能生万法 慧能大师的这五个和其讲自信已经把 什么是自信什么是自信般若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赋予了没有更多的东西了 我们讲本字亲近那就是不受染污 刚才新宝和尚已经告诉我们讲得非常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 一切烦恼都是课程都是后天元起飞观自信本体 我们的自信本身是清净的所以清净是不受染污的 正因为它不受染污所以一切烦恼一切染污都是可以被剥离的 自信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才叫恒常 这叫做恒常不亦永恒不变有生必有灭 有其必有落无其无不起不生不灭 这才是真正的恒常常在 自信本字巨足所谓巨足 那就是一样不缺 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既然它是巨足的 那就叫做圆满本无动摇才叫做自在风过草原 东风来了草向西到那是应风而到 那就是随风而动不是自在唯有不动摇 我们不受染污不被动摇 这个才叫做自在 所以呢自信的原本是至本至根的 它不是缘起的本来自在的既非缘起也不随缘而灭的 这才是能生应摩锁住而生其心这几个词可能是矛盾的 按照世俗的观点在佛教本身摩锁住而又能生其心 这才是智慧这才是真正的般若 凡有所住必有染者既有染者必失其中 既失其中必不得其正在这一点上 佛教的这个意思和我们这个世俗的儒家的观点一样的 所以什么叫能生万法 我们不只是动达自我的本来面目 并且我们还能还原事物自身存在的本来面目 这叫做能生万法 我们总是水是水波是波水不是波波不是水 但是离水无波离波无水一体的烦恼菩提也是如此 一个套路我们能真实的还原事物本身自己 存在的本来面目这叫做能生万法 所以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风动还是翻动会能大师说 不是风动不是翻动忍者心动 如果是风动与我心何观 如果是翻动 同样与我心何观 非风动非翻动缘何而动 因心而动 而这个时候的心动就是还原了 风过翻动 这件事情的本来面目没有能生之心 何来翻动就是这些个意思在会能大师那里把这谈经 前后读他几遍 至少我个人是非常感动的 我这个人比较激动讲话 有的时候会很激动 就是这个缘故 所以没有哪一个思想家能够用如此简洁的语言 把这么复杂的世间道理讲的如此这般的通透 所以禅宗给人的是什么不是一种所谓的满足自我宗教目的的一种狡黠 不是的他真的没有正大光明光明正大 只是如此这般告诉您那件事情 所以到了后来比如说太虚大师那里 他就专门讲这个真现实论 啥叫真现实人臣即佛臣是未真现实 所以人格的完成和佛性的实现和宗教目的达成 和人类美好理想的实现完全是一回事这才是真现实 所以在这个意思上面来讲同样是太虚大师 有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以出世间的态度 所以作为出家人了出世间了 但是要做入世的事业我在世我入世 我也经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我自己以一种出世间的态度来从事世间的事业 这就是摸索住而升其心 因此我们才不会有一种自私自利 动辄我直当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所以在这个意识上面来讲 所谓的真正的解脱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种超拔 一种提升使我们的生命存在 不再把我们小我这个残茧 可可 把它打掉 我们才面对以一种全新的面貌 面对这一个无限广袤的宇宙 这样的生命存在才实现它原本应有的本来面目的 自信亲近的原本如是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动辄 我自当先有这些个妈 所以已无我 最终成就自我 已摸索住 最终实现永恒 所以在这个意思上说所谓的这个自信也好 自信般若也好 解脱也好 它最终反而是把我们的这个生命 导向一种无限的伯后高明之境界 这个是我在念 谈经的时候最深刻的一种感觉 当然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 是不是真的是那么个事情 那么要请教各位 我只是一点 也没有保留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请教各位如此而已 谢谢 谢谢董平教授 刚刚董平教授为我们提起三个遗情 我们为什么可以解脱解脱之本是什么 我们又凭什么解脱 从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元其性空的 无自信 到会能大师倡导的自信解脱 和其自信本自清静 和其自信本不生灭 和其自信本具万法等等 我们的自信清静而不受染污 六祖谈经 把修行真正的解脱 回归到生活的当下 摩索住而升其心 只要我们有一颗般若的心生活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完成人格 而且把自信的实践与人格的解脱 和而为一 从无我到完成自我 以摩索住而完成永恒 谢谢董平教授 接下来我要请教新宝和上禅宗 倡导修行不离现实和现实生活的解脱 六祖谈经 提供了清晰的解脱论和修行的实践论 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自信 般若在工作和生活上进而做到烦恼及菩提 我们有请宝和上 谢谢烦恼及菩提 这句话 我觉得是一句非常有希望性的话 可以看到未来可以见到光明 其实烦恼 它就是烦恼 我们就说所谓的 苦 它就是苦 那如何烦恼会变成菩提 为什么烦恼就是菩提 烦恼它是世间 所谓是缘起的它也是存在的 那存在的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是有 因为有感觉 有感受 所以呢 它是存在的存在的烦恼 为什么是菩提 我们如果以缘起观来讲 第一个就是肯定烦恼的存在 因为观念不正确 所以生起了烦恼 但是烦恼基本上是很多 有的因缘 而造成我们所谓的烦恼 造成我们生活的种种压力 那就是我们常讲的 逼迫性 那这些存在的烦恼 如果我们透过一个缘起观 就可以慢慢分析出 这个烦恼其实是慢慢形成的 或是说因缘而有 如果我们透过因缘而有 我们也可以讲 因缘生 佛教讲因缘生 一定会在讲因缘灭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烦恼上 看出它的一个生灭性 我觉得我们就会看到 菩提的光明希望 这表示说烦恼 它是会变化的 比如说你今天烦恼 但是过了一下 有人跟你讲一个方法 分享一个经验 智慧 你的烦恼就怎么样 就不见了 消除了 解决了 所以那个时候 你反而会非常的欢喜 所以站在缘起 生灭 性空的理念上 我们可以讲烦恼是有转化性 也就是所谓的 无偿性 也就是所谓的 可转性 所以当然这个是 理论上的那么 其实烦恼它就是在生活里面 非常非常的现实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几个生活的一些 现实的例子来阐述烦恼 即菩提 比如说垃圾车 它不是很干净 它也不是味道很好 所以如果因为这样 你去你去嫌恨它 你去排斥它 我想这个是不对的 你如果换个观念 它就是一位大菩萨来解决我的问题 如果透过这么一个观念的转化 我觉得你会尊敬它 你会认为它是了不起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观念的转变 因为观念的转变 让你的烦恼就消失了 就不见了 还有一个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有一位总统很不幸 他家里就遭小偷 遭小偷 这件事情 我相信一般人是不乐见的 是不高兴的 是不欢喜的 甚至是烦恼的 但是这位总统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说我家里虽然遭了小偷 但是还有三件可喜的事情 怎么遭了小偷 还有可喜呢 他就说第一个 小偷呢 只有偷我家部分的钱 他没有偷我家全部的钱 所以他觉得这是可喜的 确实也没有错 这是可喜的 第二个什么可喜呢 小偷只有偷我家的钱 但是他没有要我的命 这是可喜的 那别人呢 总是在烦恼里面 但是没有看到这个层面 那第三个呢 他就讲最可喜的是什么呢 他说还好做小偷的是 他不是我 所以呢 透过这种智慧 我觉得可以把如实的烦恼 转变为一个解脱的般若智慧 所以我们讲烦恼及菩提 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缘就是自己的因缘 虽然外面的缘分会改变 但是你自己的观念如果不改变 我觉得也很难也很难说烦恼就是菩提 比如说佛教里面常讲一句话 若不回头 谁为你救苦救难 如能转念 何须我大慈大悲 所以在这个议题上 我们就要很重视我们内心的一些观念 只要你观念正确 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烦恼了 也因为你观念正确 你可以化烦恼为菩提 那么在《谈经》里面 有《机缘品》 《机缘品》里面有讲到法达法师 这一位法达法师其实也相当了不起 他七岁就出家 而且出家之后非常精进用功 他一生就是研读《法华经》 所以他去见六祖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慢心 七岁出家而且读《法华三千部》 这个是相当了不起的地方 因为一部《法华经》有二十八品 能够读《法华三千部》 确实需要用很多时间 在阅读经典上面 因为读了《法华三千部》 所以升起我慢 其实我慢就是烦恼 而且是六种根本烦恼之一 所谓贪、甜、吃、慢、疑、不正见 所以 因为读经而生起烦恼 这个根解脱就有所违背 所以六祖就跟他开示 所谓心里法华转 心物才能够转法华 也就是说你虽然读了很多《法华经》 但是呢你只是执着在字里行间 你只是认为说 我读了很多我很有功德 因为你认为有所得 所以升起了我慢 不能够把这个文字转化为般若智慧 所以六祖他也讲得很清楚 所谓诸佛庙里非观文字 我们要从文字里面真正的转化为我们解脱的般若智慧 我想这一层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像这个经典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名像 但是我们也不要说执着在名像上 不要计较在这个文字里面 文字只是一个方便 所以呢在方便上面我们讲文字般若 其实透过文字我觉得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所在 比如说我们念佛照理讲就是一个声音 但是你如果认为 我念佛一天念了很多佛号 你认为有功德 其实这个也不见得好 应该讲说透过念佛的音声 启发我们内心的信、愿、行 启发我们的菩提心 启发我们的慈悲心 我想这样你才能够从文字转成般若 甚至我们利用这么一个理念在生活当中 把烦恼真的转为菩提我觉得这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只要往好处想我们确实可以避免 很多很多的烦恼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实正向的 我们的心实正面的是具足正见、正性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确实在烦恼里面可以见到菩提的光明智慧 我就几句话跟大家共勉谢谢 谢谢宝和尚烦恼为什么可以转化成菩提呢? 刚刚宝和尚跟我们提到烦恼透过因缘而生同样的也会透过因缘而灭 表示烦恼是可以变化的 而且在原其性空的本质上这一切都是可以被改变的 刚刚宝和尚特别提到若不回头 谁替你救苦救难 如能转念 何须我大慈大悲 事实上烦恼来的时候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我解脱自我突破转化跟扩大自己的时候 我每次听宝和尚开示我都有一种感觉人在烦恼然后无名的时候 很挣扎的时候听到宝和尚开示就像有一道光突然间照了进来 好像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谢谢宝和尚接下来我要请教两位 六组谈经 最重要的精神跟理念或者特色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请董平教授 现在我就接着刚刚 新宝和尚说的烦恼 菩提的这个问题来说实际上就已经揭示了 谈经 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最根本的一种观念 一种理念一种价值它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对于谈经的精神实质有所领悟的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为一种自我的生命精神转变为一种日常生活的生命情调 转变为一种我们生存过程当中的独特的精神境界 非官出家不是说我非得要披上袈裟日常生活当中 在俗世当中仍然可以 这个我想就是禅宗作为一种精神 他之所以在唐朝之后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就中国思想意识本身而言 任何一种关键的环节当中事实上我们都或多或少能够发现 谈经的影子 缘故在此它给我们展开了一种别样的生命情怀 那么它是怎么来实现的恰恰好是把宗教的目的 和世俗的生活实践融会到一起 这一点会能大师本身是一个伟大的典范 我们基于这一个伟大的典范 我们可以反观自己刚才星宝和尚讲到烦恼和菩提之同一不二 它是给我们产生了一个观法上面一种进入 非常完整但我们换一个角度也可以从所谓的体性上来讲 烦恼的体性和菩提的体性是同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心体 这就是我们那个本字亲近本字具足本字不动摇的 自信本身这个才是明本是物本 但是也是谜本也是烦恼本 当我们明了这个原本是同一个 所以自信明则烦恼去 般若显现自信明没有显现那便是无明 无明就是黑暗那就是烦恼 我记得这个好像是太炎先生说的 一只手你要把自己抓住怎么办呢 握拳即是手掌不是拳头拳头不是手掌 但是是同一只手有拳则无掌 无掌则有拳你不能说我又是拳又是掌那不行 那不行所以太炎先生意思是什么 他正在解释明本这个物本 即是谜本我们实现自我的一种心体的自我开明 为什么是可能的就好比一只手可以拳也可以长一个意思 那么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从体性不二的意思上来说 谜本物本都在这里世间出世间之本也在这里 境界之高下在这一个意思上当我们把这个小小的我 把它破掉以后我们以这样的一种精神面貌 以这样的一种独特心态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禅宗真正给我们的东西 当然正是在这个意思上我想很认真的说他不只是给中国佛教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生命一种全新的生命力还给我们普通人的一般的 世俗生活皆是了一层高明的 美妙的别样的生命境界这才是真实令我们向往的 我的确相信任何一个个人只有当他走出自我的束缚了之后 他才能面对一个无限的光明的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 这也就是我自己想最后说的 当然我说的是不是禅宗的精神 另当别论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概很重要 我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要 与诸位朋友共享也与诸位朋友共勉 谢谢各位 谢谢谢谢董教授走出自我的束缚 才能够面向光明的未来 接下来请宝和尚谢谢那我想大家对于 谈经都非常的熟悉 那么在谈经里面有讲到几句话 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中心思想也是他的理念特色 就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助为本 所以这里我们也会发现到这三句话都有一个无 这个无在藏经里面出现的比率相当相当高 尤其是在心经 他一直在出现所以所谓的无 当然我们可以讲说他具足这一种不可得性 所谓没有实体的这个自信而言 那么如果在修行的这个层面来讲 比如说因为体验到这个无自信不可得性 所以没有烦恼了没有这个我像 人像 没有住在外六层里面了 因为没有这些执着可以展现出来 我们本来就是解脱的就好像水落石出一样 去掉这个水之后我们很自然的就看到水底下的种种的 这个现实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无 确实有它一个特殊性的含义也可以说 这几句话这个是它的很特别的一个理念 好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宝和尚 无念为宗无香为体无助为本 六祖会能大师告诉我们修行非观出家在家 修行在哪里解脱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每个当下 如果我们能够把谈经的思想 谈经的修行方法转化成我们的生活文化 还有我们的精神文化乃至是平常思考的方式了解 宗教的目的和生活的实践 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那么每天我们都会在解脱的路上 最后再次感谢宝和尚还有董平教授针对六祖谈经 给我们的启发 谢谢两位在这里最后跟大家报告 我们下一堂课是月号台湾时间金刚经的无助关 我们邀请到佛光山新马太印总助持觉成法师 以及北京大学李四龙教授对谈 我们下个月号见谢谢大家